早上好 我是敏河 欢迎收看今天1月16号的百歌晨报 今天各家报纸头版几乎都被政治洗版了 那是因为前首相敦马哈迪上个星期六在土团党的推荐 他在台上的一番言论掀起了千层浪 像是在新周日报和新报头版用的是柔佛苏丹的独家专访 内容在炮轰敦马扭曲中国注资在柔佛州的森林城市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殿下批评敦马这项第二家园计划 原本是敦马在2002年推荐的 如今中国投资者莱玛投资却被扭曲成恐惧和种族政治课题 他指出 向新加坡小岛国欢迎富裕的外国人 在我国的马哈迪却与种族来制造恐慌 并且认为马哈迪不是愚蠢 而是为了满足政治目的只是私利和投机 马来报的阳光日报头版也是苏丹的新闻 只不过是在警惕施政者和行政官员 必须远离贪污烂权 让社会和人民对透明的施政具备信心 那就是让测谎机派上用场吧 新海夏时报头版独家报道 来自多个组织施压公家单位 要公务员做测谎的检测 并且编列成每年公务员的标准作业程序 不过反贪会认为测谎机应该用在涉及高级职位的公务员身上 在他们获得职位之前做一次测谎的检测 其他的马来报头版包括前锋报和每日新闻 就引述首相纳吉形容敦马哈迪是我国的优转冠军 因为他的言论以及立场出现多次的急转弯现象 马哈迪上个星期六在土团党推荐里的时候 表示西蒙执政将会继续发放一马援助金的发言 不仅让纳吉有机会在他的身上贴上优转冠军的标签 其他的国阵巫统成员也纷纷出来反击 国大党主席苏巴马连讽刺马哈迪人老善望 忘了自己曾经说过一马援助金是贿赂的话 还说其实马哈迪心知肚明 一马援助金能够帮助人民减轻生活负担 通讯部长莫哈默沙列则认为 敦马的悠转证明了国阵派发一马援助金是正确 以及汇集人民的 他也抨击敦马的立场站不住脚 只会一味的批评却看不到一马援助金好的一面 新山区国会议员沙里尔则耶与马哈迪 曾指污意忘得容易醒得快 如今他也被自己说中了 还好醒得快知道一马援助金带来的好处 另方面针对反对党说要取消消费税 纳吉则表示 这是蒙蔽人民眼睛煽动人民情绪的口号 完全不切实际 原因是反对党说要取消消费税 但是却没有告诉人民要从哪里取得400亿令吉的收入 来填补政府的收入 最后来看一则社会新闻 柔佛新山日前有一名22岁的汽车配件销售员兼车行助理 因为每日的销售业绩不达标 而遭到雇主虐待 惨遭热牌气管水管以及藤条刺后 身上多处伤痕累累 事后雇主却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受害者的家人表示他是在去年开始到车行工作 老板预设每天要赚到150到200令吉的销售业绩 如果达不到标准就会被打 直到今年1月初受害者在家人的陪同下去警局报案 而柔佛警方也在昨天证实 涉及虐待员工的雇主已经在昨天遭到警方逮捕 同时也起获了相信是用来虐打受害者 导致受害者受伤的器具 警方将会援引持续严重伤人罪来调查这起案件 如果罪成将会被监禁20年及罚款或是编刑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